松晨浩国际有限公司及魏桂英老师 在岁末年中之际响应爱新公益 捐赠4万块钱要作为任养花莲市的路灯 还有市立图书馆采购书籍之用 这也是花莲市第一次是由民间企业和个人发起任购图书 深具意义 市长魏嘉贤也特别颁证感谢壮 也呼吁各界共享盛举一起携手 让花莲市更美好 松晨浩董事长廖美燕 总经理魏梓杰、君理魏婉婷 还有魏桂英老师等四人来到了花莲市公所 以松晨浩和魏老师个人名义 共捐赠4万元善款要作为任养路灯 还有市立图书馆购买各式期刊杂志的经费 因为我在报章杂志上有看到 说市公所他喜欢 就说希望有人来再来继续任养路灯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 给市民 等于说市民不要有死角的地方 所以我就想说这个很好 而且市长年轻有为 我一定要赞助他 我想这是也是这样一点点的来 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花莲市还是需要 有大家来关心市政 去年我们有捐赠 就是任养路灯 那今年除了任养路灯之外 也有任养就是期刊 那觉得很有意义是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些知识在 让需要的人来来阅读 我觉得我们觉得这样很有意义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认购期刊 这是花莲市公所首次有民间企业及个人发起认购图书 深具意义 市长为他嫌公开表扬也颁证感谢状 那过去松城浩也一直在做花莲的一些工艺 那不论是三节的一个慰问 那进而到我们路灯的任养都持续在做 那尤其是在台南后有发生 因为路灯为了节省电费而关掉路灯 然后反而发生意外的警星 那不幸的事件 那松城浩这边就马上看到我们花莲市公所 有需求路灯的任养部分 马上来做相关的捐赠 那也特别也播出一笔钱来做一个图书的一个认购 那主要的原因也希望说有更多的孩子 都有机会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期刊书目 让我们花莲图书馆 花莲市的图书馆能够更丰富 那特别要感谢我们卫老师 也特别的也来捐助我们路灯任养的部分 那还有图书的部分 我想教育的部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充实团图书馆的一些图书类目 未来可以让更多的孩子 有更多的选择学习更多不一样的事物 松城浩国际有限公司还有魏桂英老师 分别任养了实展路灯 另外试图也会善用捐款 导入包括有文学类 语言学习 时尚及旅游类等 期刊杂志 期盼民众在阅读时 也可以好好珍惜书籍 感恩证书者的用心 市长温家贤也欲请各界共襄盛举 一起吸收让花莲市更美好 解许历情花莲市报道